其實這個query寫法很多種 所以有的時候你在各個書裡面雖然一樣的東西 可是它不同的寫法你就會有時候會容易搞混 比如說第一個那個i當然你可以用index 如果你這邊用index的話這邊也要叫index 因為是放這個陣列裡面的第幾個 那如果說我這邊改成i的話 後面豆點沒有slate的話 那我這個地方就可以用什麼用list來表示 指的就是說呢 它找到了第一個就放在這邊 找到第二個反正一直找 它等於是所謂的jquery query就是找的意思 就幫你找到嘛 找到第幾個 它會一個一個的循序的往下找 所以jquery的地方就是幫你找到這個網頁裡面的元素 哪些元素 就是被你選起來那些元素 用什麼名稱去叫它 你可以用list找到 反正找到那個 它會循序一直往下找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把它改完之後 這邊執行起來應該也沒問題 比如說它一直往下找 先找第一個三月 這個就是list了 再換下一個 這個又是list了 一直往下找 然後把它按確定的話 基本上你有空的時間三六八沒問題 所以其實寫法不是只有剛剛那種寫法 這個後面 逗點你可以不要沒關係 但是底下要叫list 或者是後面那個名稱 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叫那個slate那麼長 有時候你給它一個j 可不可以 一個叫i i就index j就是你找到的那個元素 那後面的話你可以把這個元素找出來 用誰幫你找 用j可以幫你找出來 然後取得這個元素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文字.test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也可以啊 如果你要簡化的話 隨便這樣寫好像感覺比較簡單 只是說因為那個名稱 你如果叫j有的同學會問說 老師一下什麼i一下j會搞不清 所以我後面的j有時候就寫成 我們找到的那個東西 所以那個名稱是可以變的 這個名稱你自己可以定義的 那改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執行 其實基本上最後看到的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很多書裡面 每一本書寫的好像真的又不太一樣 但是可不可以run 每一本都可以run 這種很麻煩 像那個網路上我常看到就是說 現在新的書大部分都不叫bite 他就都用on 可是on有個問題 他向下不相容 所以你在舊的環境下 沒辦法work ok 所以為什麼我用bite 因為bite的1.0 跟新的1.15都可以跑 還有用live live l-i-v-e 也可以 好幾種方法 每一種版本 其實 當你在新的環境跑沒問題 可是你在舊的環境跑 就會跑不出來 因為我們至少還要有一點 向下向容的空間吧 不然你舊版你不可能捨棄掉 如果捨棄掉我們現在這個dreamweaver的環境 可能每一次加接虧的時候 都要直接把它改成最新版 不然的話 新的程式碼會沒辦法work 其實你們可以看那個 我推薦給各位那個像 那個陳惠亞那本 你把程式碼貼過來 他不會動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向下向容 他已經跟你講說 我的環境就是用1.45 所以你用1.1的很抱歉 不行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的注意一下 那剛剛主要是把那個each each這個其實將來會用到的還蠻多的 ok 那這個是第一個 請各位把那個 這個部分先試著完成 那後面的話當然 我們會陸陸續續 會再跟各位就是往前推進 所以再來的話就是 這個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表單處理 表單處理可能有幾個範例 包含就是說 我們一個登錄跟登出 登錄 像同學有問到說 加入帳號密碼 可以跳到某個畫面 但那個前提是 你要輸入的是正確的 正確的帳號密碼 不過我們也許剛開始不要那麼複雜 也許就是 只要很簡單的 輸入帳號密碼 它跳出來就好了 但是第二個階段也許你可以怎麼改成 就是 如果它的帳號密碼正確 就跳到某個頁面 如果不正確 就跳出警告 請它重新輸入 如果類似像這樣的 登錄畫面 該怎麼寫 我想這個部分 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底下有一些參考範例 那第二個就是我之前講過 就是那個 BMI的 比如說 它輸入身高跟體重 按個計算 那這邊會跳出說 你的BMI值是多少 不過它這邊是 取到小數點 我是覺得這小數點好像有點 小數點到第一位 或者取到整數算了 四捨五入 會比較OK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還有滿大改進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 這邊 跳出BMI 其實對一般的使用者來說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BMI它根本看不懂 你應該給它的是一個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就是 它需要知道的東西 你不能那個思考邏輯 用工程師的思考邏輯 它看得懂的 而且它讓它感覺 一看就一目了然 而不是說 你給它一個數字 對它來說 其實是很不切實際的 所以這個當然BMI 我們只是練習 那怎麼樣 把這個介面做出來 因為前面 我們也做了滿多練習 其實這邊就是用Range 可以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另外再來就是說 加減乘除 這邊有四個按鈕 也許你可以把這個做成一個 按鈕的 不是按鈕 或者是用什麼 用單選 單選 或者是一系列按鈕 然後最後讓它算出來 加減乘除的計算 其他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 這個等於 1 2 3 4 四種選取的方式的綜合 也就是說 它打勾 我同意 要不要更新 它的課程 課程名稱叫什麼 最後要把這個底下 它選的 把它在底下顯示出來 類似有這幾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尤其是最後這一個 這個是多選 它選了好幾個 它會顯示出來 你要並且把那個 它選的東西 把它顯示出來 那後來 OK 大概會有這幾個 這個是 再更進階一點點的那個 表單的設計 那後面最後 我們還會再配合 就是說 Local Storage儲存 你要怎麼樣 把資料存起來 裡面的話 當然 在 就是 HTML5裡面 就會有一個 蠻簡單的 它主要是要取代 那個Cookie 因為Cookie 最早 它能夠儲存的空間 非常的小 那不過 Local Storage 它可以儲存的空間 其實變大 而且變安全 再來就是 Web SQLite 底下有幾個範例 我想 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個 再來就是先 看一下有關那個 表單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有關 剛剛講的第一個 練習題 就是比如說登錄畫面 如果我今天呢 只希望就是說 讓它可以輸入帳號 跟密碼 輸入完之後呢 跳出一個畫面 那當然 後面你還可以再加上 就是說 邏輯判斷 如果它輸入的是正確的 那你就 給它跳到底下 也許 你什麼 密碼成功 反之就跳出警告 請再次輸入密碼 輸入此類的 試試看喔